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三个清楚 第一个 念得清清楚楚 念佛速度不要快 应足念一个字一个字念 字字分明 清清楚楚 耳朵听得清楚 听自己念佛的心意 这句佛号是第几身记得清清楚楚 它记述的方法就是一道识 然后再从一道识 永远是一道识 不要识一二识 不念证 一道识 我这一身佛号是这个身距离都是第几身 用心去记 不要落痕记 不要说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这个就错了 这个不可以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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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都记得第几句 这样是什么 咋念不会进来 是个很好的办法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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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一生念佛就这个念法 阿弥陀佛 有很多人念佛不能设心 妄念很多 去请教他 他就把这方法教给人 很有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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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试试看 特别是对现代人 现代人都是心浮气躁 妄念太多 从哪里来的呢 传染来的 什么东西传染给你 媒体传染给你 头一个是电视 你看不看电视 一看电视 就是接受污染 要知道 你家电视机上 写着四个字 接受污染 看电视就接受污染 那这污染 心里污染 麻烦了 电视 它有权播放 我有权不接受 我有权不看你 我不看电视已经五十多年了 为什么呢 不接受污染 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每一体东西 也看 不理会 每一天 看佛街 读圣仙书 好啊 慢慢才觉悟过了 才明白过来了 不读圣仙书 怎么行呢 怎么行呢 1 2 3 4 6 5